大家好,我叫黄玉元,欢迎大家参加沙龙中文学校春节联欢晚会。 先给大家拜个年,祝大家猴年大吉,新年快乐! 过去的一年是进步的一年,过去的一年是丰收的一年。 去年,学校成功举办了HSKYCT中文考试,老师取得监考资格认证,学校越来越专业化。 中文班的老师们利用暑假时间建立了班级网站, 每次课后都会在网站上发布班级信息和作业。 我们可以到班级网站看同学们的作品,网站是大家的互动平台。 班级网站的每日通讯,同学们随时交流。 中国文化知识比赛,学姐们在日而归,期待他们今年再次获胜。 更希望今年能有大哥哥参加。 新英格兰地区汉字文化节上,我们中文学校的小朋友获得讲故事比赛奖和唱歌比赛奖。 成绩的背后,离不开老师心情的付出。 中国文化课堂有声有色,动手动脑,我特别喜欢。 第24届全美青少年国画书法比赛上,我们学校有三副国画作品获奖。 Aaron Fleming获银牌奖的国画,被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用作传传画。 感谢国画班徐老师的心情付出。 功夫课堂的小帅哥正在组建功夫熊猫队,打遍天下无敌手。 我在中文学校读了五年,每年老师都不同,收获很大。 数学课堂有专家老师上课。 中文英文一起学,中文英文两不误。 小朋友都喜欢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。 放假了,我们一起去郊游玩拔河游戏。 最后祝大家春节快乐,学习进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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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